将茶文化结合艺术创作 让茶艺更加生活化 南华大学产品设计学系学生 陈维轩智创品牌 到嘉义文化创意园区摆摊 利用铜片锻造出茶者 将嘉义彩茶文化结合艺术创作 让品名也能横艺术 我跟我拍呢 因为我们之前就在铁车市集这边 这边就是嘉义文创园区 所以我们之前就来这边摆摊 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作品 是因为我们这次主要展览部分 主要是跟茶艺相关的 然后我们这东西是属于茶者 那是茶学会用到的 可以用来取茶赏茶跟放入茶壶这个过程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纯手工断桥出来的 因为是我们大学开始学 那我们刚才就学一些比较基础的 可能刚才也不是做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会例如说出去外面公司实习 然后或者说去跟一些老师学东西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最后慢慢发展出自己的兴趣 台湾基本上学工艺都还算很容易接触 只要你有心去找一些老师 对或者说来学校来读这种相关科系 基本上都有机会接受到这种人才 对那我觉得只要有心练都可以成功 谢谢 等一下我问一下你的名字 陈维轩运用红铜与黄铜等金属 手工断造茶者 让取茶器皿增添金属感与时尚感 让茶器皿更负年轻化 学生将自己的所学 以创意变成一件件丰富的作品 激发台湾青年的创作能量 时尚新闻环会如肖瑞峰 嘉义采访报道